請起立 走 請坐 大家吃飽嗎 吃飽 請問大家刷靠刷 大家上當 吃飽了都要刷靠 我是去高醫生 年輕人做到老 最近四個演講都在講民情婦 但是在我們的中央 我想說優關台灣的法例 優關台灣的定位 讓我們秘書長去講就好 他的專家 我也都會學 所以做一名 貴牧師的教護長 商業大臣 他告訴我 看我可以付出一個百六十幾十多集 你昨天告訴我 我要說什麼 他說沒關係 我二十分前給你想 想想看 跟我說 所以我一個人想 想說這麼認識 我用這個 要 氣候的基本上式 水氣的基本上式 讓大家稍微輕鬆一下 不然我想 應該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有一個朋友 寫了一本 他說台灣上式 他送去本社給我 拿來給我 我一個看到 台灣上式 你做妖師緣 你竊名他要給我 給我 給我台灣上式 如果沒有跟你說 怎麼變無上式 要怎麼 今天是水氣的基本上式 如果沒來聽 變成無上式 沒關係開玩笑 好 好 其實水氣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 那個牙跟詞 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聽過嗎 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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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如果說到爺 爺 你我聽過 牙齒 你我聽過 我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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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那鐵 你看 那個鐵 那鐵 那個鐵 尺 那個鐵 那個鐵 那鐵 那個鐵 鐵 那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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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鐵 大家在那邊 不然 就真的像鐵 所以 一般來說 鴨是動物的 鴨就是我們人的 大概可以這樣分 我不知道以前 日本人也說鴨鴨 我們也都說鴨鴨 就是看人家的餵鴨 但是 中國人來改做鴨鴨 我很傷腦筋 這真的 沒台沒錢都變成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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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這都沒台沒錢 叫他找這麼多人 所以大家都變青鮮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中國問題很麻煩 還有一人 那個 我以前做這麼久 我最近 在跟這個 俊蘭美女帥哥美女 在看水器的時候 或是說他們來給我洗水器 我都會給他洗水器 他都給他洗腦 說來對我念 尤其是年輕來對我念 說要當美女 男朋友說要當美女 男朋友說要當帥哥 對我念 要當美女 牙齒一定要漂亮 又上當了 後面還有一句 又對我念 我一定沒有辦法容忍 食物的任何殘渣 卡在我牙齒的任何角落上 你看 後面有句 食物的任何殘渣 卡在我牙齒的任何角落上 這樣就人人刷牙了 只想說 刷刷的變美女你也很人刷 想要人人刷刷的變 刷你也很人刷 還有這個刷牙 真心想 中國人說刷牙 那是尾牙來說刷牙 刷牙 刷牙對不對 你自己有刷牙嗎 我剛才就這樣問 刷牙才對 只有刷牙不對 你 說刷牙 會造成一個誤解 就是說你在刷牙齒的時候 吃飽後在洗的時候 你只是入水器就好 不對啦 水裡面軟做一種要先刷刷 尤其是牙齒很重要 一定要刷牙齒 老天跟我們創作我們的口腔 其實是要讓我們適合 肉可以吃 五角也可以吃 所以就把我們設計頭前 有切齒 肉可以切回頭 有全齒 肉如果有可以切回頭 後面你會保養 尤其是比較粗的東西 五角類的 你會保養 所以我們是一種 混合性的構造 其實我們的口腔 是比較適合吃那種粗糙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都精緻化 其他兩股不夠 還要慕食 都不用保養 入口即化才好 所以長期的食物的精緻化 讓我們的口腔 尤其是牙齒的部分 變得很脆弱 因為沒有那種 比較粗糙的食物 比較粗糙的纖維 等你我先問一下 你們在裡面有氣候性嗎 蛤 有嗎 有嗎 氣候性的人去手 沒有 沒有 這樣我還可以開始噴到整個 哈哈哈哈 好 那個比較粗糙的東西 的纖維 你經常吃的 你的牙齦會比較健康 那就是有一個名稱 這裡不知道有白板筆嗎 喔 在這裡 那個四度的狡化 適當的適 適度 適度狡化 你如果有在吃那個 鮮味 比較粗的東西 透過摩擦 會分裂你的牙齦 你的牙齦 就會變成這個適度的狡化 適度的狡化 就是所謂健康的牙齦 健康的牙齦就不會這樣 那牙齦就撈火 看那個黑黑紅紅 正正 一看 還在出火時 嚇死人 不是喔 所以你刷牙齦 記得 一定愛心刷牙齦都要刷 非常重要 你如果在刷牙齦 你的牙齦就會速度狡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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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概不容易清的地方 就是 啟肉 跟刷牙齦的地方 那個地方最不容易清 所以你如果刷刷刷刷 那裡滷滷滷滷滷滷 一把牙齦的地方 生意嗎 都不是全身性的毛病以外 words 局部清潔有問題 說 想讓我根據說 你一個看到 你如果水氣水 蓋一瓶蓮就出來了 像我這個就沒辦法了 我吃了 又開始牙粥病了 以前水氣發的也不夠多燈 所以我這個水不起來 你若各位 水氣水 當中不用化妝 只有這樣人看到 水氣水 蓋得很健康 一個看到 那個非常陽光的那個 那種蓋一瓶蓮就走出來 所以在這個 這個說 咬小孩耍口 好 現在要有人有小朋友有沒有 年輕的媽媽有沒有 我如果看小孩很害怕 那如果小姐說 何醫師 有人家 就問說 是大人的小孩 小姐說 幾歲 三歲 我說的 三歲看水氣 我們想像 非常困難 小孩的水氣處理 包括酒氣 包括啟蒸發炎 疼到半夜休息 包括沒人不得就要求心經 包括如果真的要處理 要煮肉食 那個處理的過程大概跟大人都一樣 現在大人都一樣 小孩疼就在哭電了 你又減壓力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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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有的就全拚起來 拚起來 拚起來也有 我剛才找到一個小孩 現在來我看四歲 就無幾步 無幾步 也不給你看 不給你看 這小小孩 不要說 我也沒有啦 後來這裡再來 你家裡先說好聲 來這裡做 結果這小孩下來 吹吹吹吹吹吹 人家說如果醫生搬運 經常叫我煩這麼煩就很衰 我膠袋就給我踩一下 現在那個小孩讀大學了 還叫我看 就在一起笑 所以要看小孩 難度相當高 小孩到底是要怎麼照顧 小孩到底要怎麼照顧 那就要對小孩當媽媽 要非常有耐心 那種照顧的方針 就是從開始四五五五五 吹去開始在要發 或是在發的中間就好開始了 你不可以拖太久 因為我們的家長都說 有了我下去搬 我也有替他刷 刷子叫他自己刷 有了我都在刷 那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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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摸 後來就刷了 那些刷都裝模作樣的 就好 就刷了 醫生說要刷 老師說要刷了 哈哈 嚷嚷屁 這樣而已 沒有徹底刷 等於是沒有刷 同樣 你知道我們吃飯那好吃 那個… 汪穀、金紐、糖、糖、糖、澱粉、蕎 吃了一整都變成膏 那都是膏 那些都是膏 我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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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把它去,把它把它去 所以有的人說,我輸一輸就好了,我把你補精都沒效啦 你沾鍋子跟我們都黏在水上去 你如果說來看的時候,我用碳枝或什麼給你刮刮 我給你看,這都黏住了,你要怎麼落水下去掉,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刷,而且要仔細 仔細,你刷得到,他才會起來 如果沒有刷到,或是說青青菜菜都沒效 所以現代人其實說沒有在刷口 但是,自己知道怎麼刷,有刷得很到底 我心裡很少人知道 尤其是有的人習慣的關係 用這樣手的人,這樣滑滑滑滑,比較順 手比較順 要摸這邊,這樣拐掉 所以那些人來,這邊很清晰 這邊,哇,我比我看自己愛笑 我說你這樣,罐是比較有的,就摸這邊 所以跟習慣也有關係 跟口腔排列,你自己的排列,如果說很擁擠 特別拍手,你就要特別費心思照顧 照顧,照顧好 基本的牙齒勾照顧,你看到外面比較別這頂,這就是化廊植 這個化廊植,就是我們人體裡頭,蓋化最好,想蓋 頂的東西 這個化廊植其實很用 但是萬不人叫做酒 在那個化廊植很頂,所以你從外面看,你那一層 現在就有一個化廊植,現在就有一個化廊植,你現在看到 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 另外一個化廊植,你在裡面放淋巴,那個 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 裡面做一個化廊植的化廊植 然後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那些化廊植 如果你有吃東西,那些化下蒸植,那些化廊植 如果有這種化廊植,就好像有這種化廊植 要這樣,然後這麼說,那些化廊植也不太便宜 就這樣一斷了,那些化廊植也不太難 如果有這次化廊植,那些化廊植也不太過 這種程度大家就知道會痛 你不就這樣 你就去找醫生 到這種程度有時候 腰部可以補救 醫生會跟你說 你如果酒這樣 我給你清清的 那些腐爛的東西 清清的後 放一個保護的 但如果酒成這種的 我們要觀察看看 要觀察看看 因為你第一時間 很難判斷說你酒到這種程度 是不是有病發細菌感染 其實我們對 年輕到老 都跟細菌在抗爭 抗爭到我們都會輸 到我們都會輸 牙齒所有的問題 都是細菌的問題 酒去也是牙周病也是 現在你看到 你看到頂端 腳太大 為什麼 因為髮廊紙很硬 第二頂端的 鐵墊 這個牙本紙 它就比較軟了 所以如果酒裡 上面三天 瘋了一瘋再一瘋 經常醫生會說 你看 你看 這麼大瘋 它裡面比較軟 所以一旦叫酒裡 總是這種形態的酒器 這個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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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它切成兩瓶 這瓶 這就比較厲害的酒 你如果像這樣不差味 他又咬咬咬咬咬 咬到神經 那個時候 那個痛 他說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大家就想這個情形 這個時候 裡面整個血管 都沖血很厲害 沖血就發炎 發炎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根管 牙根 放神經的這個部分 跟這個垂槍 這是硬的 它沒有辦法膨脹 這樣沒有辦法膨脹 它的內壓變得很大 症起來 還有血管 殘血的 所以內壓變得很大 我們平常 如果手 弄一瓶子硬 頭髮 頭髮 因為我們這有彈性 所以壓力不會直接 非常嚴重的壓迫末燒神經 所以你那個 普通的皮膚 或是說肌肉 那個痛 腰骨沒有 咬到那裡痛 大家都知道 咬到那裡痛很痛 原因就是 這個是密閉空間 這都硬的 包括神經膨脹 包括裡面細菌 產生氣體 內壓非常大 你會痛到這樣 真的摺不住 頭髮都病 非常的痛 很多人都有經驗 如果這個 甘水就好 甘冷水就好 但是甘的時候 又痛起來 又痛起來 為什麼 你甘水 或是甘冰水 它會降溫 降溫 氣體會收縮 氣體收縮 內壓減少 所以時間 你會感到舒服 比較不會痛 但是等一下 溫度又升起來 它又浸起來 內壓又大 整個在那裡 燈不好 天空要來看 很多人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現在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這個模型 就是出席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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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我手機 都可以用比較白 那現在手機 有人看起來 比較白 有人看起來 顏色會比較重 我做以前 可以說手機看起來 看起來 沒有 我等一下可以說 你的顏色比較大 像這樣 就是跟發廊植的後部有關係 你的發廊植 先天的後發廊植 哪比較高 你這個 裡面 牙本植的顏色 相對 走出來外面比較少 你就看到這個人去 這樣 如果你的發廊植先天比較薄 那裡面這個牙本植的線 扣過來的 會比較明顯 你的區別衛生 比較簡單 當然 外來攝氏 外來攝氏 吃我們吃粉餅 還是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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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 你們看我怎麼說 齁 起康醫生 第一個問題 面對是什麼 你知道嗎 剛才在說小孩 小孩很害怕 他很害怕 很害怕 你是要怎麼看 那裡 那裡 面對害怕的問題 那是幾個時候差不多一直都在面對 小孩很害怕 大人也會害怕 大人他會害怕 那裡 什麼都不怕 我看家裡最怕 那時候把小孩子想起來 那裡 幫你擺平放倒 四腳朝天 讓你不知道要怎麼 draw 叫你出口會開 開… 不認識我 接著這麼一百 只抓他 我才說 開會開 開一張 白痴一樣 只有一個水開就不幸 我心想很難看 還要講那個氣候所有的工庫 那種子 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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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沒有的 平坑 眼睛 眼睛 平坑 餅子 平坑 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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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只想著怕 為什麼很多人問說 不然你不能用全身麻醉 現在什麼大廚就在開 看一個水氣這麼小的事情 你如果讓我睡覺我都很漂亮 你用都沒關係 你只用局部麻醉 全身麻醉 有全身麻醉適應的情況 有齁 但是 因為水氣有 操作上有麻煩 譬如說要沾水 全身麻醉呢 那水是要怎樣 汁汁不理 你把你揹整個 有很多水 水汁很激 那水汁很激 早上去鬧一下 要怎樣 所以水氣不用擔心 趕快要脹 所以他們 工作上 有一些麻煩 所以台北恩 尚凱節有時候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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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你這樣 比較正經 比較麻痺 但意識還會清醒的 那種麻醉方式有啦 現在有筋鎖也有用 台北恩 比較難用 我如果要叫你下廁 你知道你會怎麼下廁 如果水汁上可以 如果在10塊塊上 你就可以噴一下 在這個工作上 基本的安全上 這比全身麻醉 電腦比較好做 所以這就是 要請各位體諒 幾百人來 都這樣用局部麻醉 大家就這樣心精肉跳 其實你們如果說 氣候的整個過程 有的地方 有潛在的危險 這個潛在的危險 是醫生要抖起來 你開始的時候 醫生不一定要跟你說 那個壓力 醫師承受起來 譬如說 我這支麻醉給你煮 你這台這裡的解剖 我如果把你煮到 那些 真正的神經幹 有可能麻醉煮完 你幾個年 這水燭 肉幾個年 那樣的壓力都給醫生 我這支麻醉煮了 都看不到 我們可能是說 要煮 手打一打 飛筋走出來 看得到煮 這完全看不到 萬一我那些 尖頭去 把那些飛筋的裡面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那煮了 哇 馬上修課 這個部門醫師承擔 但經過的配合 就是 啊 那盡量得到 嘴巴幾個 常在告訴我 說 說 櫻桃小口 人人愛 只要工作 什麼 牙醫師不死 要 背太多 沒太多 手指都打掉了 要做工作 空間都沒有 會很辛苦 啊 所以在這個 說怕的問題 小朋友看 我每天都怎麼說 我都跟他說 說 你靠沒關係 你如果怕靠沒關係 你如果疼 靠沒關係 這個時間 沒有一個醫生 或是說老師 或是說爸爸媽媽 說叫你走出來 不可以流汗 不堅持 不堅持 這樣就在流汗 靠就是流汗 一樣嘛 你有那個怕的嗎 你有那個 會疼的感覺 會怕的感覺 你永遠可以流汗 我們寧願做一個 真正喜怒哀樂正常的人 我經驗很深深 因為我們的教育 那個父全心態 很強的 這個背景的教育 打下去 第一人用打下去 第二人用黑手 你讓醫生看 醫生看 我媽媽等在這裡買什麼 給你 雙腦筋 那個都是負面的 基本上 這個負面的 教導孩子的方式 那個是便宜行事 不然大棒子打下來 不然大聲喊下來 不然就是 給我學 這個都不好 學都不好 儘量讓你真正了解 要叫我們 太親日性的 那種工作 不要在第一時間強迫 強拼 要做得好 不行 像小子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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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大部分我的經驗,全世界都叫你不可以靠,不建設,這樣你就靠 老醫生說你靠沒關係,你做你靠,你若怕做你靠,你若聽做你靠,就靠反靠 像一個老醫生看,你靠沒關係 我的經驗,十個孩子你怎麼這樣說,全都不靠 眼睛這麼久,你看看,大家都叫我不可以靠,你這個老醫生叫我可以靠 當然,這是一種安撫,我是很願意,以後我們民進府 新的一代的家長,對孩子的處理,會用正面的俗課 用正面的教育,比較合佈人性的方式,就去照顧孩子 剛才我們講講到最後講不完,就跳進去 那些孩子從四個五個六個開始發生去,年輕的媽媽要怎麼照顧 你把它放到門城,差不多半課座,去你這樣喊 什麼算? 要怎麼算?要怎麼刷? 開始你不只用紗布,輕輕的把它刺,輕輕的把它刺 再來,牙刷,看它刷,看它刷 抗拒啦,不舒服嘛,抗拒沒關係,媽媽有耐心 看它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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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大家經過一個月的訓練,她就知道了,晚上要滾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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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牙膏現在有一種刷刷吞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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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沒手機嘛 還說你沒手機 照時間帶給他先看 非常小的問題他就把你處理好 都不辛苦 所以剛才來的孩子 跟他徒佛 像這樣有一個互動 稍微讓他了解 那個牙科的作業程序是怎麼做 還是說牙科那時候 不是說人人都那麼可怕 讓孩子對牙科不會產生恐懼 因為了解他就不怕 現在說到恐慌的事情 現在各位 現在變成我們的動心 我知道我們大家也有一個報復 很願望我們民進府所做的工作 可以趕緊有一個行購出來 我們的秘書長也太多 在給我們鼓勵 現在想到我們知道就是新潤情 新潤情你可以用套過的新潤情 來堅定你自己是台灣人 這有很多個故事 我 跟我們的公務長 我來講 基本上是這個 但是不用擔心 條條大路通民政府 說什麼話題都可以扯到民政府去 所以沒關係還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說清新潤情的時候 我有很多百的經驗 有一個年輕醫生 他是嘉義 沒有一個公立名 骨頭的主人 腰皮到五十個 他看網路來辦新潤情 來的時候他跟我說 要什麼修修 要什麼清什麼 我講講完之後 要去清 清這個 骨頭拿來 他跟我說 何醫師 我去工廠 工廠 會購一購 我說要親我爸 我阿公 因為年輕人 要親他對阿公去 說阿公 日本骨頭 他一直給我問 你要做什麼 讓我感覺 他有在給我調染 這個年輕醫生怎麼跟這個 何進口的小姐說 他說 國民黨 這麼大關 各個都有綠卡 不然就處有外國護照 不然就有幾個地方的外國護照 差不多大家都有 台灣很多 那樣 企業家 企業主義 沒有在那裡的行李的關係 也總共有幾個國的護照 我一個年輕人 他沒有跟他說他 說我一個年輕人 我四人說我是台灣人 我清到台灣新人情 有什麼不對 他這樣跟我說 還有另外一個年輕人 清清的 之後再來說 要清他爸爸 說他爸爸 他中方幾十次了 現在走路不好 說話也沒什麼清楚 他就清到這個新人情 他就拿給他爸爸看 他爸爸說 他爸爸說他也要清 他爸爸怎麼說 說我吃這麼多 說他不清楚 但是我說得清楚 他說我吃這麼多 一世人說我台灣人 有一個人要去 以前也做一次 真的台灣人 所以他就要清 有很多 但你也會 剛才那個兒子的人 平常說要控制 整天坐油浪車 台北發發的 發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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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大家都很勇敢 現在那些兵 那些人 你怎麼說要叫他清新人情 台師五四三 我們這個不知道怎麼 這個不知道怎麼 這種情形 你要怎麼說 他會怕 連清新人情 都會怕 有這個人 他就是對這個 清新人情 這個事情的意義 沒有完全了解 沒有了解 他會怕 看上去一樣 對牙科的作業程序 如果沒有了解 他會怕 他如果了解 相信他就不會怕 但是 還有一個人 我都會挑戰 我說有一句話 說 聽了完全 就不怕 這樣對不對 沒聽過嗎 沒聽過 沒聽過 我發明的 來對我說一次 來 聽了完全 酒不怕 聽了完全 我看有幾個 這樣吃太飽了 看人家好睡 比較大聲 叫他起來 聽了完全 酒不怕 聽了完全 酒不怕 聽了完全 酒的啪 酒的啪啪 後來 後來 聽了完全 酒的啪啪 聽了完全 酒的啪啪 這兩句有漂亮嗎 有漂亮嗎 那什麼意思 你怎麼看來 來修要打架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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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修沒有什麼 環境被破壞之後 可能來修就沒有什麼 來修要打架子 你怎麼看來修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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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打架子 那些 還想要打架子 到架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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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 正這樣子 台灣 aj 台湾只說穿一頂身前來證明你是真正的台湾人 來穿你自己 慘了你才會怕 我實在想不到 還有現在我們的秘施長官 似之利多 剛才有在說 因為台灣人實在很聰明 他說你現在給我穿 給我拿一千塊 有拜民進軍 如果起來 凡是穿得不用錢 我只能再穿就好了 最近說有這個講完 所以秘施長十個也有說 還是在那裡也有說 說這樣 現在穿的人 後面如果說真的民進軍起來 辦事已經變成不用錢的月 現在給你四月一千塊 要三倍 還是要幾倍 或是五倍要穿你 我想 這樣沒有一個誕書 是四十萬分裡面都要穿 或是頭穿十萬分 或是頭穿五萬分 你們冠軍來穿 你們第一時間打出來 代表的意義 所以我們的身份證編號 幾號在那邊 第五萬分來穿的人 秘施 後面如果不用一個是我穿你三倍 穿你五倍 我想這樣不得要穿得更好 但是沒關係 那媽可以叫五倍拿什麼 拿消費券嘛 那消費券那時候一人要多少 三千人 所以我們的身份證 如果只能說幾十萬人來穿 後面說要穿你三倍 穿你五倍 有可能嗎 太簡單啦 哈哈哈哈 就不要叫 拿一次消費券就好寫了 那會有什麼多大的事 所以我們是拚生命 鼓勵 認真打拚 甚至調整 說你就是聽得不完全 你就是聽得不夠親 所以你只清一個身份 你就會怕 原因就是 因為 你就是不夠真正在聽得不夠台灣 我現在不是這樣說音喔 包括我們的動心也一樣 所以我們的動心 如果有訓練回去 要知道這個清新文情的真正意義 意義很多重 包括說 以後台灣何須好重 要決定一定要有這種新文情的人才可以 那如果美國要用旅行證件 也就要有信證這張新文情的人 你才可以請 頂頂 堅定你自己以後 進一步真的在堅定台灣 那就是請這張新文情的最重的意思 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 看出去的時候就怕 趁著在這裡 條條大路通民政府 趁著拿去說 你不用怕 你今天打出來 我們就相當完整的論述 所以 聽來完全 酒完全什麼 嗯? 就不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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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給他 講給他想一下 說聽來完全 酒沒有怕 好來 要再幾分鐘 要再五分鐘 所以 孩子的水旗 你如果說 做爸爸媽媽 要去洗澡 要替他照顧 大概 我的經驗 想就要替他刷牙到四歲 甚至五歲 你都不能說 有啊 我10月也叫他去刷 我也看他都刷 你都不能期待這些 一定就要 花加倍的時間 照顧你的孩子 現在再來 我們知道 人家去齁 很多人都有一個觀念 說啊 醫生 那人家去 後來換大人去 那沒關係 這樣對不對 不對 很多人這樣說 那家庭的態度 就是說 你不用翻那麼多 對啦 就會聽到用不聽 後來換沒關係 這樣對不對 聽到說 都只對 後來換官台 你跟他用不聽 別跟他刷就好了 其實都不對 任何對那個氣肉也好 對吹氣也好 任何的一個血液 血失出來 那都是循環到整身虎去的 我剛才給他報告說 那個酒氣是細菌的問題 牙周病也是細菌的問題 小孩就注意了 那都是充細菌的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吹氣的模型 咬一口 然後 套告神經 神經很痛 要死 感染 發炎 死去 死去不是好癮 當然死去就比較痛 那最痛苦的時候 要死不死就是最痛 如果真的死去 其實就比較不痛 但是 比較不痛 他的病症 是往骨頭裡延伸 繼續對骨頭裡面變化 所以我們就這樣說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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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說用鹽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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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好沒有好 不對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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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綿狀 農資因為地心引力 因為骨頭密度的關係 往比較沒有阻力的地方 走在骨頭外面出來 水八爪撲一撲 我們都說 起一包啦 就用它擄擄了 就好走 好了 我們已經是現代人了 這個事情就知道 啊 這樣子不對啦 你擄擄是擄好擄 會用粗鹽 啊 擄不是不行 不是粗鹽的 要擄個擄的 擄掉 擄掉 農資會造出來 學衣會多減漏出來 你就覺得比較正就好 其實不好啦 那個 Id母在骨頭裡 在牙根底下 那個病罩的源頭還在那裡 那會好 擄一下就好 不可能 所以用鹽擄好 都是老阿嬤 老阿嬤疫情的行 verk 所以水氣的感染都是細菌 如果你的抵抗力好 感染的部分局限在局部 如果捕人 透過這股膀 它會跑到羽毛外面出來 那種都要沒關係 那種要沒有比較上全身性的傷害 但是會不會造成全身性的傷害 會喔 我剛才告訴你 你真的一隻肺絲對你的膝蓋流出來 這隻肺絲對這裡流出來 一定是經過你全身的循環 對你整身體循環之後 剛才走到這裡 他們這裡發電源的血管脆弱 這樣對這裡跑出來 千一百動全身也知道 那整個都黏住了 所以小孩子 你如果說手氣 他們疼 疼沒辦法處理 不是說大家都會 但是經由小孩子的蛀牙 細菌引起來的兩個器官 一項就是心臟的問題 細菌性心變膜 是對水氣裡面的細菌 走來心臟的 另外一個就是有機的問題 這兩個器官 對那種對手氣來的細菌 特別會受到傷害 所以那個細菌性心變膜 小細菌性心變膜 就是對水氣來 對手氣來 我有一個小弟 他自己就是在做腦性健康的醫生 他一個大十五個小孩 大概小學一年級左右 二年級 發見說心臟有異因 他自己醫生嘛 所以當然他沒有心臟過 但他知道 不一樣了 不正常 我只要趕快帶去台台檢查 檢查後果然就是 徐進性心變膜 大家要怎麼講 現在回去 所有的 主機 能被褪褪褪褪褪 他都要抽身的褪褪褪 如果無法保留會扳掉 你這個女兒帶到細菌性新變莫言 從現在開始要吃長期性抗生素 吃到十八歲 我們在自己醫生 聽一下 面子窩一瓶 還有女兒就什麼 這瓶沒看過 有啦 所以他自己很懊惱 所以真的冠軍 早期也不說那些腰筋 吹去的問題 現在這個不行 剛才在自己的女兒上面 所以我那個女兒真的 長效性抗生素 在煮到十八歲 再來他們家 常常人家拿什麼來送來送 送水果都收起來 送湯那邊 鍋那邊也收起來 但是你叫他們沒管 完全不讓他們的孩子 吃任何的零食 到最後有要緊的這種 當然這又牽涉到說 我又有一個犯署 他在問 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家裡大家這麼有酒 這酒去怎麼移團 主要有沒有移團 有 其實齁 後天的影響 比先天更厲害 台北都總是 後天的 口腔清潔的問題 台北 百分之九十都是 他說 奇怪 我家裡是人 我阿嬤這樣 我媽媽這樣 我像我兒子這樣 大家 大家這麼有酒去 後來問 他們家裡是在開咖啡店 大小孩都免得吃 免得就吃 免得就吃 從來有人提醒說 吃了一定要穿水 所以就這樣 好幾代的人都喝酒去 尤其是上次買那個小孩 小孩 小孩 全口腔的 全口腔的 主要 你說 要一支一支處理 每次處理 就要整理那麼多 人家說要煮麻煩 要抽身經 他就要配合 所以沒辦法 我說 你這就要專案處理 我以前我知道 是彰化基督教院 牙科 有在處理這種醫院 所以我要轉診 去彰化基督教院 後來回來 他們媽媽來跟他睡的時候 說好不容易弄好了 做的過程 在那裡 在X1的中心 這裡要擺時間 擺時間 要做全身麻醉 做全身麻醉 想緊張的是麻醉科醫師 這麼小 全身麻醉 時間八點不夠 五點也不好 人家一個心臟摳出來 又倒著你就好 你要怎麼翻你的水 然後就一支一支 要做一次幫你做好 所以 才八點到七點才可以回家 麻醉師想講緊張 他不能麻醉 沒麻醉 不能麻醉過頭 這麼小 時間這麼久 麻醉師的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在這個過程 那個健保局 有智慧 要付費的部分 整桌總經理起來 我記得那時候 他收五萬櫃 其實五萬櫃也有價值 不然怎麼 那些人都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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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整櫃都冷 我們這次要處理一下 一支一支處理是要怎麼辦 所以如果不丟意 真的不丟意 真的要送進到房 我們也要聽 我聽我說什麼 一個小孩 每次類似這樣 一邊開房 要是我 那個 起床的聲音 一百萬八起 我們一半 聽說收褲 還是怎樣 這個褲子也聽過 大家都說 要是我 一百萬八起 其實 問題不是在那個 所謂拔牙 整齊整齊 這我也常常注意 大人來說 我最多可以蠻整齊 經常有人問這個 不是說 蠻水器 手術方面 有什麼風險 那個風險 一直要評估 你身體動得住嗎 你身體有什麼 其中的病發症嗎 像大人 你有常常吃心臟的藥嗎 我們說痛那個爐 痛那個爐 一吃一瓶 每次要吃 肥 你吃的就跟他們說 那不然 那真的燒了一個空氣 血液就不凝固 不凝固 到後來要怎樣 你根本吸不住 外面上班 幫你治 裡面的環境 又幫你輸血 血液 輸血 凝血 機制 可以好好學 才有辦法 所以說一次 那不是手術 本身的問題 聽說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麻醉 然後 那個麻醉師 的 拔拔管 以前拿起來 氧氣管 以前拿起來 變成 腦沖血 缺氧 缺氧 缺氧之後才出問題 不是水器 本身的麻煩 當然 我實在想說 實在是讓你們自己問 但是我們的時間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一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要問嗎 你們想得對 我如果在軍組 大家都很會問 有沒有 對關於牙齒 有什麼要問嗎 都沒有問題 廟問 潘西問 都沒問題 好來 現在不是有一個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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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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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期 低濃度 會達到效果 現在大家都這樣 有很多人剛才用頭 都覺得自己會痠 現在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什麼是敏感性牙齒 現在很怕 痠 是怎樣痠 很簡單 就是到了年紀 家的草居比較多 我們剛才讓你們看 黃色的牙本子 它會曝露在口腔外面 曝露在口腔外面 外面沒有地方 把你包你看不到 那些小鈴 刺激就覺得 那種一般的處理在牙科裡面 有辦法處理 四次有 整個都有 處理大家都擠掉了 還有水泥 還有蓋子 用什麼方式在臨床 要在床完全處理 不自然會出門擠掉了 蓋在 процって串 下去會痠 整個全部都說 你要說縊對就是要不把你套起來 能不能痠 那個幾乎不可能 所以就去發明過密性牙膏 你刷給你刷 長期使用 稍微給你刷就變得好 所以這是 你在說的是 現在是美白方面 有幾樣 變成商品有幾樣的織劑 一般都是膠狀的 要做一個你手的模型 晚上回去幫你倒閉八點鐘 一時免到 所以長時間把它合不掉 慢慢地做美白的處理 大概是這樣 好 這樣時間到了 很感謝大家 說到很早很麻煩